欢迎大学姐来关心西班牙一栋14层楼的公寓22号发生火警 火势相当猛烈 还波及到了隔壁的建筑 导致两栋大楼同时起火 有住户受困在阳台 消防队也紧急升起云梯车展开救援 这场大火已经酿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建筑冒出熊熊烈火 消防队升起云梯车 拉起水线灌救 烟雾弥漫 有两名住户全身包得紧紧在阳台等待救援 千军一法之际 消防员搭着云梯车靠近阳台 成功协助两人脱困 现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西班牙东部大城瓦伦西亚 这栋14层楼的公寓22号下午传出火警 火势从四楼开始蔓延 不仅迅速将整栋大楼吞噬 甚至波及隔壁一栋9层楼的住宅 使得两栋大楼同时陷入火海 听到住在里面的家人平安撤离 有人难掩激动的情绪 专家表示火势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是因为外墙覆盖的建材高度易燃 状况就跟2017年导致71人死亡的 伦敦格兰菲塔大楼火警读出一册 还有目击者表示火灾发生当下 并未听到火灾警报 这场大火造成严重伤亡 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 内部火势还没完全扑灭之际 消防队只能搭乘云梯车 从外部确认里面是否还有人员受困 瓦伦西亚市政厅已经宣布哀悼三天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对这场大火感到震惊 除了向罹难者表达哀悼 也承认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至于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 成为人编译